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啊 我们告白因我们的罪过 使我父难过 使我父受尽了折磨 求我父饶恕我们这些罪人 您告诉我们唯独依靠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 求我父使我们默想 以夫所书四章三十二节的话语 求我父饶恕我们 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 毁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却还不觉悟 还不领悟 求我父饶恕我们 不领悟的罪过 您告诉我们唯独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的心灵点亮 使我们获得正确的领悟 我父啊 求我父 饶恕我们 求我父 怜悯我们 您告诉我们 我们得到祝福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得到祝福 我们的家庭兴盛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也能兴盛 我们的国家兴盛了 这时候能实现世界的和平 这一切全靠上帝的恩典 求我父赐予我们恩典 为我们成就这一切 我们相信在今天 我父为我们行神迹 我们相信 我父为我们驱赶一切的灾难咒诅 使我们获得释放 使我们得到自由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 祷告 阿们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 相信我们始终是能行的 无论如何 一定是能行的 无论如何 一定是能行的 只要我们内心不疑惑 不怀疑 就一定能行 而我们内心始终有怀疑和疑惑 罗马书四章十九节 当信心离开了我们 我们不知不觉中 又怀疑 又带着疑惑 这信心为什么会离开呢 我们身体里 我们内心里 不断地有罪恶涌出来 我们总是会被自己所欺骗 总有 我们有罪恶涌出来 不实时地通过基督的血认罪 洗罪的话 就一定会有魔鬼覆车了 耶稣来到这世上 第一句跟我们讲的话语 是让我们悔改 马太福音 四章十七节 在这世上 谁最爱我们 我们的肉体的母亲 给我们 给我们讲的实话是最多的 也是最爱我们的 真言十七章二十五节 当儿女们痛苦的时候呢 父亲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种担心 而母亲呢 是心痛 心痛着担忧 父亲的爱不如母亲的爱 在这世上是这样的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男的 男子爱儿女的心 远远远不如女子 远远不如女子爱儿女的心 大家知道在圣经里 也有一些这样的人物 儿女 我想,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我自己光顾着自己,我要吃好喝好,我要睡好,这时候怎么可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爱人如己呢? 耶稣来到这世上,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悔改吧,大家知道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对待自己的儿女的时候,讲实话讲的是最多的,尽管这样,我们最终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人类内心都是带着贪婪,都是带着偏见,我内心所讲的实话也是出自于我内心的贪婪的。 这爱,只有是圣三位上帝,倒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的耶稣,只有上帝耶稣是拥有爱的,这位爱,拥有爱的上帝,第一句话跟我们讲的就是要悔改,当我们悔改了,我们就能从灭亡的处来变成人,这一切全靠恩典,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我们做了人了之后呢,上帝第一劝我们, 让我们过平安的日子,为了平安的日子,为了平安的日子,我们怎样做呢,上帝一一地教导了我们。 我们首先做人,拥有平安的生活的时候呢,就从一个灭亡的处来,首先要变成人,我们每个家每个家庭都平安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平安了,每一个国家都平安的时候,这世界自然就和平了,这是上帝的话语给到我们的。 那上帝第一劝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劝勉我们。那上帝第一劝勉我们的这是什么内容呢?我们要领悟啊,今天。 当今我们国家乃至这世界,为什么都不顺利呢?上帝第一句话跟我们讲的是要悔改。 题目在前书六章三到四节,讲实话的都是谦虚的,不讲实话就是骄傲,那骄傲的时候就成了假的了,我们的位置永远是谦虚的位置。 我们教会二十年以来一直教导的是要谦虚,谦虚才是我们需要待着的位置。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来到这世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悔改吧。 为什么说一个教会成了假的教会呢?在假的教会里就不认罪,也不做悔改祷告。 我们悔改了,我们认罪了才能领悟圣经,认识圣经啊。 我们通过基督的写认罪,洗罪了,这时候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来,使我们遇见主。 我们向主认罪,做悔改祷告了,我们才有资格向耶和华恳求啊。 倒下题目在前书二章一节。 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拥有幸福平安的生活,这是第一劝我们的。 我幸福了,我的家庭就自然幸福。 我的家庭幸福了,这个国家就幸福了。 每个国家拥有了幸福平安的话。 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不顺从上帝的话语的话,上帝第一劝勉我们的,如果我们不顺从,就开始结党结派。 我们不被他人的祝福祷告的时候,就开始分党结派。 我们结党结派分离的时候,百分之百是属于地狱的。 罗马书二章八节,我们结党结派的时候,不属于真理。 我们不悔改的话,绝对不可能认识真理啊。 我们拥有平安的时候,家庭自然就平安和睦了。 我们家庭平安和睦了,这个国家自然就平安和睦。 每个国家平安和睦了,这世界自然就和平和睦。 这是上帝第一劝勉我们的。 上帝是让我们这样平安和睦的生活。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我们来找一下。 我劝你,上面也提到背叛上帝的人,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成了魔鬼的奴仆。 背叛上帝,就交给撒旦了。 属魔鬼的呢,就总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人的名字呢? 出骂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现在也在遭受灾难与咒诅呢? 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语如实地传。 不讲实话,不如实地传,就成了骄傲的。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马太分四章十七节,上帝首先是让我们做悔改祷告。 如果我们认罪,做了悔改祷告了,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们才能进入到主里面。 我们通过基督的写认罪,先认识到自己的罪过,然后求基督的写洗罪,认罪了。 这时候就能,这时候基督就会做我们的主,帮助我们。 罗马书十四章九节。 上帝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我们向主忏悔,认罪,做了悔改祷告之后,才有资格向耶和华恳求。 好多人都不认罪,不做四章悔改,光说要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吧。 大家知道,搞巫师巫婆的也在祷告,也在祈福呢。 那什么样的祷告上帝会听呢? 真言二十八章九节,我们要通过律法,认识到自己的罪,领悟了自己的罪,通过基督的写洗罪,认罪了。 这时候我们祷告上帝才会听的。 我们向主忏悔,认罪,做了悔改祷告,这时候才有资格向耶和华恳求。 上帝让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为所有的人恳求。 而在座的各位,大家始终觉得丈夫好不顺眼,我的妻子好讨厌,我的朋友好烦,哎呀,我的仇敌怎么这么可恨,而我们有为自己的丈夫,妻子,仇敌,朋友们祷告过吗? 上帝是让我们为所有人祷告,我们为所有人祷告,有资格向耶和华恳求的时候是能得到允许的。 而这祷告,首先是要做悔改祷告,才有资格恳求,而且一定是要感恩感谢的。 为他人祷告,为他人的祝福祷告了之后,还能为他人献感恩感谢向上帝的话,这是非常蒙恩典的。 而在座的各位,我们连自己的罪都不认,连自己的罪都不喜意,不悔改。 我们得不到祝福是因为并没有顺从上帝的话,有些人说,我为什么好端端的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呢? 我们为他人所求的祝福,最终都会留给自己和自己的儿孙。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为他人求祝福,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的时候,都能得到祝福。 我们口上所借的果子都会,我们都会吃自己口上所借的果子。 真言二十一章六节,我们在这世上如果所赚来的钱都是不义之财,那最终会死去的。 我们带着诡计多端所攒来的钱财,最终都会让自己死去的。 父母留下那么多财产,最终儿女呢光顾着,忙着起诉啊,争财产,最终变得贫穷,落魄。 让我们越来越好,当我们敬畏上帝,一心一道,做四季段悔改,这时候才能会越来越好。 我们今天要领受这样好的祝福,我们呼喊阿门。 这是多么多么神奇的允许啊。 上帝是让我们为所有人恳求祷告。 我们有资格恳求的时候,就能立刻得到允许。 而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恳求呢? 怎样才能有资格恳求呢? 我们首先向主忏悔,向主认罪,做四季段悔改了,才有资格恳求耶和华。 诗篇三诗篇八节,大家认真地听啊。 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先认罪,做悔改祷告,向主忏悔,认罪,做了四季段悔改了,才有资格劝勉身边的人,才有资格恳求。 上帝让我们为所有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能为他人恳求的时候,就已经能为他人祝谢,感恩了。 就像我们签合同,一定会签字,甚至会盖章,感恩,感谢就是签字盖章了。 这是上帝第一劝我们的,我们向主忏悔,认罪,向耶和华恳求,为他人,不是为自己,是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为所有的人恳求吧,为所有的人祷告吧。 这是为所有的人祷告,为所有的人恳求。 在座的各位,心里还有结怨结仇的人,有讨厌的人,有烦的人吗? 没了,我们要为讨厌的人祷告,为不喜欢的人祷告,所以我们没有仇敌,也没有讨厌的人。 而这句话语,我们顺存过吗?有如实地遵行过吗?并没有。 我们遵循了,顺存了,我们才能有幸福的人生,才能过平安的生活。 这时候家庭幸福,儿女和睦,夫妻关系不和睦,儿女操心不听话,赶紧领悟。 我根本就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甚至没有资格恳求呢。 我都没有向主认罪,忏悔,做悔改祷告,我怎么能有资格向耶和华恳求呢? 好多人做祷告都在做一些假的祷告。 在座的各位,我们身边的信徒在打盹吗? 在听讲道的时间,打盹的话,都是被自己内心属伤的附魔鬼所欺骗着。 我们和身边的人像问候一下,你脸上没有笑容,分明是属魔鬼啊。 你脸上没有笑容,分明是属魔鬼啊。 我们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分明是属魔鬼的时候,耶利米哀歌五章七节。 正是因为我内心有祖上的恶魔。 脸上没有笑容。 我内心有祖上的罪过的时候,皮肤很粗糙,皮肤不干净。 而且在这世上,户口饭吃都很难。 甚至,有祖宗的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 好多人卖身体做妓女,也养活不了自己。 甚至总是在做一些坏事,卖身体做妓女。 有些信徒说,我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我的皮肤怎么这么的粗糙。 这都是因为我们祖宗的罪,我根本就没有悔改。 有些人为了皮肤光亮,去美容院,没有用的,先认罪吧,先悔改自己的祖上罪。 只要向主认罪,做悔改祷告,我的皮肤就能变光滑。 这是实在的,真实的能实现的。 我们和身边的人再问候一下,为所有的人祷告。 是为所有的人祷告,恳求。 我们都这样告白了,但是首先来认识一下自己, 我们为自己的妻子、丈夫祷告过吗? 如果我真实的为妻子、丈夫祷告了,不可能烦她的, 不可能觉得她讨厌的。 我最讨厌的人,我最烦,最不想理的人,首先为这样的人祷告吧。 这时候,眼前的不顺利都能解决。 这是上帝第一劝我们的,让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上帝让我们只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上帝告诉我们,如果我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求他人的益处。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朴牧师每次开复兴会的时候,这复兴会长了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复兴会期间,我怎么可能顾着自己,光自己吃好喝好,睡好呢? 这时候怎么能给信徒们带来益处呢? 看我们的一举一动,看我们的行为就能知道啊。 我亲爱的儿女生病了,做母亲了,睡得着吗? 我亲爱的儿女面临死亡的坎坷了,我还咽得下这口饭吗? 吃不下的,经历过的人就知道,我们并没有为他人祷告,我们并没有所有的人祝福祷告。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我所讲出来的话都会留给自己,我们口上的果子都会留给自己啊。 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一个国家有几个君王,是为所有的君王,就是包括自己的国家,也包括其他的国家,我们的心灵要宽广起来啊。 有些信徒呢,哎呀,其他国家的总统,其他国家的总统,我都不管人家的死活呢,只求自己的国家。 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为所有的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就比如说伊拉克,甚至在美国,我们要为所有的国家祷告,哪怕是伊拉克或者是美国。 我们不认识上帝的公义的话,我们就随便判断别人,我们就随便批评,定罪别人,把自己当成了上帝,随便诽谤他人。 真言28章4到5节,我们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是非,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反而偏向恶的一方。 我们偏向恶的一方的手都是在犯罪啊,甚至我们国家也在偏向行恶的一方。 我们以为合金合理,结果都是在偏向恶,我们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我们人都是属于说谎的,我们人以为对的,这都是属于错的。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正确的,是公义的,我们要为所有的君王,所有的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祷告,恳求,祝谢。 第一节,我们就要为国家和民族祷告了,哪怕上帝的话语,我顺从一句话语,我也能得到祝福,家庭平安。 如果我们为所有的国家祷告,这世界自然就和平了,那从我做起,而我们呢,首先我都没有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连阿门都不喊,迫不得已的就装装样子,装模作样,整天讲究的是要出自己的名声。 上帝让我们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君王,为所有的总统,为所有的首相祷告。 这时候使我们可以敬钱,怎样才能敬钱呢? 我要承认告白,我们要悔改祖上的罪和自己的罪,我们才能敬钱的生活。 我们向主悔改自己的罪和祖上的罪了,这时候上帝使我们过敬钱的日子。 在座的各位都想平安无事的度日。 有些人不解,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上帝一开始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善的。 上帝是以善来创造了我们,而我们呢,内心带着诡计,滋生了罪恶,就开始走向堕落了。 在座的各位,虽然我们身体很疲乏,但是上帝的话语,这灵力的粮食,我们是要吃的。 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要呼喊阿门,不喊阿门,都是属于魔鬼啊。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不喊阿门就是属于魔鬼啊。 真切地祝愿大家,每一位每一位灵魂,我们都要改变命运。 做爱国者,做爱国者,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孙,实现人类的和平。 这是上帝第一劝勉我们的。 是上帝第一劝勉我们的。 在座的各位,我们在这里呼喊阿门的时候,这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了。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领受这样好的祝福,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只要得到祝福,使我们的命运得到变化,使我们越来越好,一定要越来越好。 一切的恶魔恶鬼都要离开。 我们要为国家和民族祷告,为一切在位的所有的国家的总统和君王都要祷告,这时候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的时候,这祝福都会自然就留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孙了。 我们呼喊阿门,是荣耀献给上帝,我们在这里鼓掌,这一切的掌声荣耀是献给上帝的。 在座的各位都警醒过来吧,上帝都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心里的变化,我们心里在想什么,琢磨什么,上帝全都知道。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质,这正是拥有信心。 我们好多人光嘴上喊戏,却不为他人的祝福祷告,整天惦记的是自己,整天只顾自己。 上帝让我们为所有人祷告,这时候怎么可能分党结派呢? 是命向所有的人。 耶稣来到这世上可没有分党结派啊,并没有排斥别人。 耶稣说,任何人,无论是谁,无论在哪,我们都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 只要为身边的人祷告,我们就能得到祝福,我们呼喊阿门。 大家知道索多玛阿摩拉,当时上帝寻找一人,一开始寻找五十个,连十个都没有找到。 结果那座城,那座城怎样了?那座城全灭亡了。 这在圣经的话语在哪呢? 创世纪,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啊。 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的人,只有一人才有资格为他人的祝福祷告。 而上帝在索多玛阿摩拉城,连十个一人都没有找到啊。 在座的各位,如果我们属魔鬼的话,就始终想出自己的名声,参加各样的活动为的是出自己的名声,想要炫耀自己而已。 而在座的各位,我们国家,在座的各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拥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为国家和民族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这时候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得福,也能拯救这世界。 第三节,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被判上帝的话语,就不属于人了,被判基督,被判上帝的时候就不已经是人了,就绝不是人。 被判基督,离开基督了,就开始败坏自己,败坏国家,也败坏自己的家庭。 我们今天都警醒过来吧,这是好的,在我们,在上帝,我们救主,救主是谁呢? 救主就是基督主,从基督开始直到遇见主,从基督的话语来遇见主的话语。 罗教福音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救主,只有救主实现世界和平,从我们个人的平安,再来到我们的家庭的平安,再来到一个国家的平安,再来到世界的平安,这一切都是要通过救主,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实现的,我们要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啊。 第三节,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善的呢? 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很愿啊,阿们。 我的内心为什么不平安呢? 我内心不平安,就被魔鬼所牵引,因内心带着祖上的魔鬼,脸上没有笑容,脸上是僵硬的,硬邦邦的。 耶利尼哀歌五章七到十八节,我脸上没有笑容,脸上僵硬的时候,分明是因为我内心有祖上的魔鬼。 我们祖上犯了罪恶,离开了,而祖上的罪都留在了我们身上,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违改祖宗的罪,承认告白自己的祖宗罪。 无论我们家庭里有家谱还是没家谱,我们都要承认自己的祖宗罪。 请醒过来,不认罪悔改吧,我们祖上的罪恶,导致我们没有笑容,没有喜乐,皮肤粗糙,肤色很黑的,化妆也不好看。 生活很吃力,没办法维持生活,而且所有的女性呢,保不了青春,就是,就保不了情操。 我朴牧师经常跟大家告白,我的祖上有山贼,也有妓女,也有嫖娼,卖身体的。 大家知道所谓的山贼,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祖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国家曾经被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都跑到山里,在山里待了久了,就都变成山贼了,都在偷东西抢劫。 每个人都有无常的经历。 所以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啊,我们都警醒过来,正确地醒悟吧。 第四节,他愿意,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使我们认识到真理。 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正是为了所有人得救,上帝现在还在等着我们。 上帝等着我们做什么呢?等着我们做悔改祷告,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那怎样做悔改祷告呢? 通过基督的奥秘,做四阶段悔改。 而且还要明白真道,认识真理。 提摩带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只有我们悔改了,才能认识真理。 不悔改的人不可能认识圣经,也不可能认识真理的。 所以大家不要被欺骗,也不要再欺骗人了。 提摩带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只有我们认罪,做了悔改祷告,才能明白圣经,才能认识圣经,才能认识到真理。 有些人说,我为什么总是身不由己去犯罪呢? 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的生活吃力,维持不了生活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祖上的罪过。 耶利米埃哥五章七节,无论如何,尽管怎样,我们承认罪,向主忏悔自己的罪和祖上的罪,主就使我们得到帮助。 十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我们向主忏悔,认罪,悔改祖上的罪和自己的罪,这时候主就使我们得到主的帮助,让我们遇见主。 而谁在妨碍这样的福音,谁在阻碍这一切呢? 格林多后书四章三节,属败坏的在阻碍这福音。 甚至在座的各位,不喊阿门,不愿意来到教会服侍、侍奉,这都是在妨碍主的福音,阻碍主的福音。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提醒,问候一下,您是不是属于败坏的呢? 是不是您就是属于败坏的呢? 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败坏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要来领受上父的祝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时候我们的儿孙才能得福,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而首先要拥有这资格,首先,我们要拥有这恳求的资格,先做四季段悔改,遇见主,向主忏悔自己的罪和祖上的罪,才能遇见主,这时候才有资格恳求。 我们向耶和华恳求的时候,耶和华就给我们允许了,我们为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总统,在高职权的,一切在位的祷告,这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能平安,而且这世界就能和平了。 真记得祝愿大家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今天开始我们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吧,这是上帝第一劝我们的,上帝第一劝我们的,我们呼喊阿门。 上帝首先跟我们讲的话语是要做悔改祷告,悔改了,认罪了之后呢,就劝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认罪悔改了之后,就要为他人的祝福祷告,是为所有的人祝福祷告。 这时候我和我的儿女能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在座的各位,不顺利,得不到祝福的人呢,首先自己的罪都不认罪,不悔改,不忏悔,更不要提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了,然后还始终抱怨嘛。 上帝第一劝我们的悔改,我们都没有悔改,不认罪。 那么第二,我们拥有了肯求的资格呢,要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悔改啊。 当今所谓信奉耶稣的人,我们先不提其他的宗教了。 当然了,人所编造的宗教都是属于假的宗教。 我们为所有的宗教要认罪,做悔改祷告。 而哪怕是我们,从我做起,我们要为他人的祝福做祷告。 这时候,首先我拥有平安,我的家庭得到平安,然后我的儿女们就平安。 紧接着,我们国家就能得到平安。 国家平安了,这世界就和睦和平了,我们呼喊安门。 我们顺从这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愿就能得到实现。 我们要,我们和身边的人再次问候一下,这是第一劝我们的,这是第一劝我们的,这是上帝首先第一劝我们的,这是我们第一首先要做的。 我们整天抱怨政治,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抱怨政治,去评论政治,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也出门搞示威吧。 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搞示威,去对抗政府。 上帝是让我们把对方的罪当作我的罪,来认罪,做悔改祷告,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这时候我们国家才能活,实现世界和平,真切地祝愿大家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吧,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父啊,我们实在是感恩感谢于您。 上帝,您告诉我们,让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做人。 首先,我们做了人之后,上帝第一劝我们的是什么? 一直没有领会,取我父饶恕我们。 您告诉我们,我们始终是能行的,求我父使我们从这时间开始为他人的祝福祷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祝福,使世界和平,使一切的战争,使一切的战争都了结掉。 我父啊,我们告白,我们都希望平安无事地度日,而我们却没有顺从您的话语。 求我父使我们从现在开始顺从上帝的话语。 您告诉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才是活的信心。 求我父使我们从现在开始顺从于您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三唱。 从我做起,我先拥有这资格来恳求上帝,向主忏悔认罪,告白我的罪和祖上的罪。 我们首先遇到主,使我内心拥有平安,使家庭拥有平安,首先为国家祷告,为民族祷告。 一二,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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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我父使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如此庞大的命令,求我父使我们顺从于您的命令,如此庞大的幸福,求我父使我们所有人都来领受这庞大的幸福。 阿们